袁民在俗書接上一回,話說張小編和孫大麻子這兩人都是膽大還奶的遊俠之徒,向來不知天高地厚,他們見樓裏的地上有個黑媽媽的大咕嚕,就以為是找到葵員裏埋藏金銀珠寶的密室暗道,忍不住心裏偷笑, 還哪理得七長八短三七二十一呢?當下,一個向前,一個向後,擔著燈籠就摸入地洞了。地洞下果然是處方闖曲折的暗道,城地都是碎土難泥,還有很多到處散落的筷子,周圍又有無數大小國異的動月交錯雙簾。 洞壁上面凹凸不平,走勢高低起伏,忽歡忽窄,挖掘得甚是粗糙簡陋,毫無張法可言。 張小編見葵員下面竟然有如此一處,好像迷宮那樣的地方,不禁暗詐試,低聲對孫弟華子說:「多數是樓家老渣底下,埋藏的珍寶年頭太落, 才使他們成了精拐,變成一個光屁股的童子,在樓裡亂跑亂捐。」 聽我以前的老渡師傅說過:「那一千載的九幾斤數,可以變成小狗,長了一萬年的人心,可化為女子。 他卻不知道葵員裡究竟藏有何等車車的寶物,竟然有這樣的靈異。 如果可以被我們找出來,你我二人可能是當今靈州城裡的鄭通和沈萬三。」 孫弟華子就高興地說:「鄭通和沈萬三就不得了,我們都聽說過,他們兩家才過北斗,乃是富及天下文明四方的古人。 我們如果可以得到沈老爺爺家底的一半,就每天都可以摟燒雞和燒豬腳,就應該滲滿意中。」 孫弟華子,張小編也笑著說:「麻子,你真是沒什麼見識,只能吃挑雞和燒豬腳,我們如果真是有沈萬三的一半家業,你就經常吃山珍野味,也花不了那麼多錢。」 孫弟華子,孫弟華子,孫弟華子,大字都不懂幾隻,但他和張小編平時都喜歡跟著草台班子,聽書看戲。 武士,自己還喜歡亨發兩句,一套紙民間小唱本。 當時的地方戲《戲民》入邊,有一齣戲叫做《焦財進寶》。 演起身很熱鬧,表演的是各朝各代江西的財神,凡是逢年歌節或喜慶擺酒,需要找些彩頭的場合都會請戲班來演出戲民。 那個鄭通是漢代的人物,曾被皇帝封上銅山,可以自行彩童駐前,有到是多少金錢滿天下。 不知更有鄭通城,說的是這個人駐前的地方,沈萬三,即是元末名初時期的江南巨虎。 傳說明太祖朱元璋開國見都,都要向沈老爺借錢造成,真正是一位富可敵國的大財主。 這兩個古人歷來都被老百姓看作為財神投胎轉世,下凡。 如果拿到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被視為法家智庫的偶像。 所以,即使孫大麻子和張小編這等無家可歸,到處亂撞的窮小子, 也對鄭沈義工在戲民裡彈唱的事跡早已已熟能長。 他們連發夢都想當一次富豪人家,卻不知道那個鄭通沈萬三兩人,到最後都沒有好結果。 張小編和孫大麻子各說了幾次,貓仙爺爺和國路財神老爺保佑弟子大富大貴。 當下抖手精神就要尋寶,怎知道樓裏邊的暗度洞口極多。 看到人家眼花瞭亂,一時竟不知道向哪邊找。 只是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隱隱約約聽到深處有小孩子哭的聲音, 而人家聽到動靜,立刻就蹲下身,捐入洞。 然後哭聲就向前找。 張小編雖然鬼迷心笑,但他畢竟是偷雞摸狗的老手, 也有些賊字和賊見識。 曉得讓自己留回後路,準備逃跑。 他見葵完下的暗度錯中複雜, 就先將那隻黑貓收到自己的懷裏邊, 讓孫弟麻子用短盤擔起燈籠,在前邊開路。 他就在後頭,手掌和塞蓋撐著地, 邊爬就邊將地下散落的筷子收拾起來, 順手排成一字長射,當路標。 以防回來的時候,找不到路,困死在地底。 那隻黑貓的膽不大, 不知被什麼嚇到打爛枕, 似乎如今到大禍臨頭。 這時,軟梁張小編的懷裏邊, 一聲都不敢出, 只露出兩隻晶光閃閃的貓眼,驚恐地盯著四周。 張小編暗自抱怨從若抱換來的這隻黑貓沒有什麼用。 魂密通災,聚述世間萬種生靈, 正所謂貓又貓抱,犬又犬驚。 其中的貓抱,一篇入篇寫得十分清楚, 古時令周盛產黑貓極佳, 名為月影烏銅金絲貓。 這種黑貓,金絲穿眼, 成身柔躍無骨,輕如疾風, 能夠翻雅約牆。 是爬牆上樹, 布蝶捉著的好手, 更可以入戶盡窄,偷金渡玉。 這隻貓行動的時候,敏捷輕盈如風, 即使是光天化日, 在眾人面前來來去去, 人們亦只僅見其影, 不見其影。 但靈州城有拜貓仙的風俗已久, 所以當地的貓, 不論家貓、野貓, 全部都是又餵食又懶。 張小編千身萬苦找來的這隻黑貓, 就是一隻名符其實的懶貓。 雖然身為罕見的純種月影烏銅金絲貓, 但祂祖宗在幾百年前, 著稱於世的那套本領, 到祂這裏,早已全部失存, 只留下一些爬樹捉雀仔的皮帽。 張小編還記得, 前幾天, 在金棺墳貴妃墓裏, 臨終老鬼曾吩咐祂說, 祂想到葵園兇仔裏, 取得莊大富貴, 必須先到松河堂裏, 用薑絲美人, 換來祂家裏養那隻月影烏銅金絲貓, 沒有這隻貓的幫助, 葵園裏所藏的金山銀山, 你一毫一利也拿不到, 哲忌,哲忌呀。 這些話, 早已被張小編當作聖子, 牢牢引在腦裏面, 在睡夢裏面, 也反覆在想。 如今, 黑貓和葵園裏面的暗道都找到了, 但臨終老鬼當初沒有說明究竟, 如何拿黑貓取寶。 張小編就心想, 所謂千機不可明顯, 即使是遇到先人之路, 他被凡人指出的道路來, 亦多數都是在魂裡霧裡, 還要靠自己參謀破解才能領會。 他空中見識畢竟有限, 連續幾日搜牆刮土, 亦只能推算出八成, 是用黑貓的貓兒眼, 避擾黑扯。 這隻貓雖然懶散, 取寶時, 亦未必沒有他的用武之地。 眼下, 尚未看見葵園下面, 究竟藏了甚麼事物, 自然不願輕易放黑貓回去。 他心裏胡思念想, 在狹窄的暗道裡, 捐出數掌。 忽然前邊, 水流聲響, 酸帝麻子亦停下了, 原來, 動月走勢, 雖然逐漸歡闊起來, 延伸到一處大的空洞裡。 但是, 前邊有一條深不可測的陰河, 攔住虛弩, 葵園裡, 還有大片的景致, 巧妙的庭廊水者, 樓台電閣, 如今, 園裡的幾座水池, 雖然全眼已經乾枯, 但是, 地下的水蜜還有, 而且, 那些小孩子呼呼的哭聲, 就是從陰河的對面, 黑暗的地方傳來的。 地底洞屈的暗河兩側, 陰風陣陣, 小孩子的哭聲斷斷續續, 好像並不是離得很遠, 張小編長這麼大, 從沒聽過這麼淒慘的哭聲, 聽起來, 喉嚨也要哭破了, 身裏不敢發虛了, 為自己撞了撞膽, 就對著對面黑暗的地方鬧了。 我頂你個肺呀! 可惦過你現在張三爺, 張大膽的命頭呀! 說, 實在那些金銀精怪, 有幾分道行, 竟然知道今晚, 要讓三爺我挖回去, 就躲在黑暗的地方, 裝神弄鬼來嚇人, 他不知李家三爺是傑著心腸的狠角色, 豈可怕你這些小動作呀! 說完, 就伸手進去懷裏, 拔那條貓尾, 想要那隻黑貓在那裡叫幾聲, 將那些金銀財寶變異出來的小怪物, 黑回原影。 孫弟麻子心裡哪正直? 見得天下有不平的事, 聽到喊聲一血, 顯得很可憐, 不只是有以客人的動靜, 就攔著張小編說, 不對呀!三爺, 你仔細聽聽, 這些分明是小孩子在那裡哭的, 莫非真是有鬼魂伸冤? 要我們和他洗得身前冤屈? 張小編就說了, 一兩歲大的小孩子可以有什麼冤情呢? 肯定是有什麼真寶聚集了天地間的五行靈氣, 由這人地下千年百年, 才練成孩童的形狀。 這些小孩子趁他道行未深, 只會喊會爬, 正好祝他來換裝扶櫃回來。 若非再等幾年, 讓他得了大盜, 那我們從哪裡可以找到他的終職呢? 孫弟麻子搖頭不信, 這群小孩子或許是被人拋起我死的洞裡的。 他又想了想,又說, 但個頸裡掛著銀鎖, 也不只是窮人的小孩子。 那多數是被人謀財害命的奸人, 偷拐到在這裏害死的。 自然當然有滿腔怨恨。 想不到天底下竟有如此不平的事, 真是激死人。 總之你我兄弟人, 絕不可以袖手旁觀。 他本來就是個不信邪的妄撞人, 自己說, 身正不怕影邪, 腳正不怕鞋邪, 而且深信為人不做虧心事, 夜半不怕鬼敲門的道理, 所以向來也不怕鬼怪。 這時候,犯著牛脾氣, 把麻虎臉一崩, 總是說那些小孩子的哭聲, 是鬼魂、申訴、冤屈的。 張小編雖然口朗過油, 現在也不夠他說了, 心想, 不管他是鬼是鬼, 還是什麼寶物神經, 反正都要走過去看清楚了。 現在, 不要跟孫大傻子在這裏咬了。 當下也不再多說了, 見到那條陰河, 水好深, 好難過去, 而人只好想辦法逗路過去。 張小編和孫大麻子, 打算找個水流狹窄的地方, 然後眾生跳過去。 當下, 沿著河水又走了掃掌, 就覺得腳下邊的筷子越來越多, 藉著燈籠的燈光向四周一照, 凹凸起伏的地面上, 同樣散落著很多雜亂無章的筷子。 木筷、竹筷都是居家過日子尋常不過的事物。 尋常到什麼地步呢? 就好比飛賊走千家過百戶行偷竊的勾黨, 一日誤入了一戶窮人家, 發現四棟牆壁空溜溜, 缸裡沒有米, 根本沒有東西可偷, 但擦筆走空的規矩不可壞, 只好臭地跟坑夷上面的爛草偷走。 即使如此, 梁尚君子都絕不會拿人家的飯碗裡的筷子, 因為乾稻草可以保暖, 就多了還可以換錢換物, 卻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肯出錢, 來買窮人家用過多年的幾根破爛筷子。 洞窟裡面的筷子各式各樣, 顯然不是一家的東西, 好像亂戰一樣, 也不知有幾千幾萬枝。 誰會吃飽沒東西做, 將這些筷子拿到地洞裡面呢? 張小編拗破腦袋, 也想不出其中的名堂, 只好見怪不怪。 他又向前探了幾步, 卻見地洞深處的水面上, 橫掛著一座橋樑。 那個橋全部都是用筷子搭成的, 雖然筷子有長有短, 材料新舊各不相同, 但是連合得甚為鑽固平整。 橋面微成拱影。 寬不到兩尺, 招起燈籠, 照向筷子橋的對面。 原來黑暗的地方, 還藏有一座城門樓。 都是全部用筷子平成的, 顯得極不工整。 但是形神兼備, 亦有城門、城樓。 那個敵樓上面, 竟然還留有數十住官敵的戰槍。 兩側都是由無數的筷子搭建的城牆。 這座筷子城和城前的筷子橋 遠比真正的城樓、橋樑小很多。 張小編和孫黎麻子 就提著一口氣, 踩著筷子橋, 可勉強過河通行。 但是到了城樓下, 才發現城門 根本就不是被人走的。 城門洞, 比起九洞泥, 也大不了多少。 筷子城城門大開, 只聞得一股股刺鼻的聲風 從裡面飄出來, 易臭撲面。 張小編和孫黎麻子, 立刻就扯了一塊衣襟, 扯住口鼻, 遮住呼吸, 再看那個用無數的筷子搭建的城樓下邊。 城地都是殘骨浪跡, 都被啃得稀碎乾淨, 白花花的, 沒剩一點皮肉。 分不定是人骨還是羞骨, 而人心裡大驚, 樓氏攜原底下, 究竟是個什麼地方呢? 怎會有如此奇怪的一座城呢? 筷子城裡又是什麼呢? 此事完全出乎醫療, 張小編和孫黎麻子, 雖然膽大, 亦不敢立刻輕舉妄動。 屏閉著呼吸, 趴在城門洞前邊, 偷眼向入面張望。 只見那個筷子城裡燈火通明, 一排排的屋雨連綿不絕, 全是用五花八門的筷子搭建的房屋建築。 陰森的街道又歡又深, 但是城裡邊的樓角房舍, 都是小門小戶, 腳翼只有貓兒才可以住。 那些小孩的嘩嘩大喊的聲, 不斷地發出來了。 不祥的喊聲, 詭異莫名, 聽到兩人一貓, 全身都起了雞皮, 快知城裡的情形非同小可。 這些正是聽來驚破英雄膽, 看起下殘壯士心。 欲知後事如何, 者定下回溫解。